欢迎回来 那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国围棋天人赛的赛事直播 刚刚在休息的间隙 我跟邹老师也看了一下 刚刚那盘棋局刚好站到一个追上进程的节点 而同时我们非常关注的柯杰九段和米一亭九段的棋局 也杀到了一个最为激烈的时刻 所以我们现在也来看一下这盘棋 我们先来追一下这盘棋的进程 主要那盘棋已经追上那个进程了 追上进程以后那个棋还很复杂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的话 他有时候不下棋的话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讲 但是不管那盘棋 我们刚刚那盘棋讲的就是 就是黑棋那个地方白棋不长 缩回去被黑棋提过去 我们刚才看了一下 确实不太能理解 还是觉得长便宜一些 就是唐卫星感觉那个地方有个判断的失误 所以虽然说那个局面很乱 但是我们觉得好像黑棋应该会好下一些 但是接下来就是双方应该都快进入读秒 这个时间的话 最后其实就是最终胜率都已经不再重要 读秒的时候 关键是谁谁这个少子出了少 重大失误 重大失误要出了少 所以那些胜率的起伏都是很大 所以我们就是先看这盘 因为那盘估计要讲的话 他们可能下不了几手棋 对吧 因为这盘棋也是我们可能有棋友在看 也是杀得非常激烈 而且已经进行了一百多手的这样的一个交锋 我们也先来看一下这个大家也非常关注的 柯杰对米玉婷的 对柯杰跟米玉婷 但是印象中好像米玉婷对柯杰的胜率挺惨烈的 我觉得好像好像赢得特别少 嗯 会差一些 有明显的一个差距 对 胜率上 两人交手好像是柯杰绝对的领先 嗯 好 这盘棋也是一个小木和三三的开局 对对对对对 两人下来一样 是 可能柯杰确实也不太喜欢让米玉婷点他的三三吧 这个大家我们经常讲期也是会看到这个 有的会把这个点三三叫车米是非道 说之前米玉婷对他研究很多 对 嗯 那盘汤米新是尖顶着跳的 柯杰选择是尖 对 尖了加 嗯 二尖低加也是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 常见的一个家机的位置 对 柯杰现在选择尖了 其实前段前段时间好像他 他都想让人家飞压掉 对 老想别人飞 然后他就二路飞出去 他下过好多盘 然后现在呢他有感情尖 就说明他对这个布局 他又有新的一个研究 嗯 其实他们高手下的每一步 这种布局的东西 他肯定是有研究的 他不是说今天心情好 就是一个 对 因为现在训练方式跟以前不一样了 有了AI以后 大家都会用AI来训练布局 所以他每一朝起 他肯定是用AI 他有一定的研究的 那前段时间呢 他是喜欢让人家飞压掉 对 那这段时间他选择尖 那肯定他在这方面 他有他自己的一些理解 对 好 白鸡假鸡 黑鸡马上尖出 对 马上尖出也是 以前就是没有AI之前 像加这个是比较多的 对吧 但是马上尖出呢 好像是很少的 但现在也是AI这个 给出的一个选点吧 以前呢 一般来讲 不愿意选这个尖的感觉 就觉得好像人家加了一下 你往这一尖 而且还挺慢的 对吧 速度也不快 可能过去我们还老会想想什么非靠之类的 对对 出头 你就这样按部就班的一个尖 总是觉得有点奇怪 对 有个便宜的感觉 所以说没有AI之前呢 你可以看到很少有立即兼出的 都是隔一阵子 先抢大抢 然后走一走 等到关键中盘的时候再兼出 因为你从子孝来感觉上 你就等于是这时候你本来你是可以猜二或者猜三的嘛 然后你跑去小结了一个 并且加了这 对吧 所以说直接动出呢 如果不是AI给一个选点的话 人类的起手很难去有这样的一个旗感 是的 但随着广泛的运用 现在慢慢的这个变化 大家也是经常见到 对 因为也给出了这个选点 对 然后大家下一下觉得好像也不错 对 就这样定性 像这样 像这样以后呢 就 小飞小小脚呢 你没事就坚冲一个 然后就这样的布局 嗯 但说实话这个 不是那么好理解感觉 就是坚冲我一直没搞懂 就是 你会发现坚冲的时候都是拖鲜的 对 我也得不太明白就是为什么不能硬 其实我觉得 好像觉得就被便宜了 对 我觉得硬在这儿或者飞出去 或者这两个宣电我觉得都可以考虑 爬的话呢 可能 是有被便宜的 可能有被便宜的感觉 但是 但是也不能说这步骑就不能下 但是爬呢 有被便宜的感觉 但我觉得天呢和飞也是可以考虑的 但是好像就拖鲜 拖鲜 比较流行 就是说 也就是说这个骑白骑如果走到这儿 黑骑飞在这儿 白骑这个挂脚的交换就已经烧亏了 所以他就拖鲜了 不因为本来你要挂在这儿 对吧 你本来在 现在好像一肩冲呢 都是拖鲜的 也就是AI给的训练也是拖鲜 所以顶尖的高手也是下 拖鲜下的特别多 但实际上跟着硬 我觉得也 也完全可以下 我们我真的不能理解 为什么是都是拖鲜的 对 而且曾老师我在想 就如果我们经常下棋 不是说 如果你的下一手不严厉的话 那说明你之前的那一手 就未必是最好的 但是你看AI他说 他老推荐你肩冲 但是他又跟黑骑说你不要硬 就是其实他可能很多下法 这个挡也没有那么严厉 对 感觉他这个地方是很微妙的一个 说明他自己也很矛盾 对 对吧 对 你看 就一般我们来说 走完不走的后续手段 肯定是很严厉的 但他就觉得其实也没那么严厉 所以这个地方还是现在布局挺有意思的一点 对 但骑手们他不愿意亏胜利 所以说你肩冲的时候 他也不 通常都是拖鲜 其实硬一个也没关系 我觉得 对 这盘其实选择的肩冲33 对 肩冲33 然后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定型 就是这个地方多爬一个 对 我们之前介绍过 本身的定势是这样的 可能很多企业都见过 对 但这时候他可能觉得这一带间距比较宽 嗯 他是选择多爬一个 多爬一个 就是说你将来拐下去的时候呢 你就那边的发展没那么好 对 对吧 就是说现在的话 白鸡肯定开开心心就飞起来了 所以这个同样的黑鸡也就把这个拐的价值变小 但实际上爬也不知道能不能爬得到 我觉得爬也未必爬得到 就在这个场合下爬不见得爬 比如长一下 然后他就有 你大概粘这个吧 因为粘这个现实的亏 然后这样的话 有可能从这个方向去走过来 比如说就跟着走 粘斑 有可能这样 因为现在就是这个场合 你这个空间有些窄 黑鸡有可能这样下 我觉得黑鸡也有 可以考虑这个方向 就 就是这个特殊的场合 就是白鸡这个 间距没有那么好 对 如果说他拆到这一线的话 那应该不能考虑 但现在刚好这个间距不是那么的舒展 是 也可以考虑从这边走 但是黑鸡实在是选择了 硬 但是好像应该先问一下 因为你现在在问 白鸡是不是有可能粘这个 现在在问他粘这个的话 你从这头冲 那你这边可能会有点 有点伤这边 就是虽然本来吃这个特别的实惠 但是如果白鸡先手定型完 这三个子 对 白鸡就飞起来 有可能先问一下 但是这个地方区别 可能也挺微妙 先爬掉一下 先爬到一下呢 在这个场合下 我觉得白鸡还是赚到一点点 就这个配置的时候 对 这样白鸡想到一个先手 然后又尖冲 没事就尖冲 然后黑的呢也不硬 其实按道理 你看白鸡这个地方的间隔 对 就出来还挺舒服的 滴杆飞 或者是贴 如果说是这个图的话 然后再飞 是很开心的一个感觉 对 我觉得呀 反正我的滴杆 要么就是贴 要么就飞 因为这个场合 白鸡挡下来 还是整个的间隔 还是挺舒服的 因为这边毕竟是白鸡 跟这边还是不太一样 这边毕竟 你现在看挡下来 其实也没什么 没什么了不起 所以这个时候 尖冲的时候 迷平也脱线 就是很奇怪 就是他们 对这个研究太深了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 就是反正白鸡一尖冲 这棋型 白鸡永远都是尖冲 然后黑棋呢 永远都是脱线 对 但如果说以我们过去的 这种学棋的这种理念感觉 就白鸡这代不是有势力吗 那我如果能够 这种就是升到 它的这个发展潜力当中 应该是我挺满意的一个 感觉 但是现在大家可能 还会有更好的追求 是 然后它是往上头脚上 跟这个 它是担心以后 人家二路肩收它 还是这一下没走到 如果它之前能问到一下的话 那想走应该能走得到 它就应该二路肩 之前先尝一尝 那先走得到 它可能就是觉得 收挺大 不太舒服 因为毕竟这样被加过来 然后局部还是有点苦 现在 对 它是选择把这个收了 这样可能这一代 也许白鸡可能就没那么厚了 但是相应的白鸡可以 挡下 它先挤了一下 挡下总是还是很舒服的 对 而且像周老师说 这个配置的宽度 还是可以满意的 你不明白为什么肩冲都是拖肩的 一肩冲就可以下层挡这个样子 很奇怪 我不太理解 那作为白鸡来讲 那白鸡任何时候都应该肩冲 那总比逼住强多了 对吧 总比逼住你再跳一个 这个结构肯定是这样更舒服 对 这个不仅紧凑 而且总感觉黑鸡脚上 还有点兴趣 主要脚上厚薄有关系 所以还是觉得 黑鸡在这个场合 要我下我会硬的 我不想拖肩 拖肩白鸡没有坏的道理 白鸡能够挡下来 我觉得白鸡总是舒服 对 总是满意的 黑鸡再来这个地方 选择了挖 你一听从二路小间 他就盯着这个地方 盯着这个地方的东西 对 这个时候白鸡也是面临外大 和从里面打的两种选择 实战是湿的里面 湿在里头 就是外打 外打它沾上 沾上白鸡 应该得沾吧 这个可能得沾 但这个它会 它会不会就是 担心这样 这个图 里面有气吗 看着气有一点紧 但是好像没看出什么气 好像是 即一吃 没什么用 你就交换不到 好像 对 如果只是 那局部 黑鸡是活的 好像这样 黑鸡作战出来 可能白鸡也有担心的地方 他实战是选择吃这个 这样的一个 有担心的地方 但那样也不见得 但那样 白鸡刚刚那个拐 还是先的 也挺乱的 搞不清楚 但是我感觉 你要是打外头 它肯定是要打出去 否则它挖接一下干什么 对吧 对 反正现在是走在这 它是选择这个图 这样的话 就是这个地方 有一个双方的眼形 对 以后它就二路飞 很舒服 嗯 它以后就是 二路一飞 嗯 打吃 再一拐 就是先手 对 可以这么收一下 黑鸡就逆收了 哦 逆收掉了 这个眼形给占了 那白鸡能够 中间的头抢先一步 嗯 这样 对于黑鸡 不知道 这一圈的避安性 我们没搞清楚 嗯 黑鸡走 对 白鸡跳出头 感觉上白鸡步调还可以 我第一感 就是这个跳出来 还是很舒服的 嗯 它 它就这首棋 它如果先走 它就觉得 这个被收得太不舒服了 就是刚刚说的 被搜挂 它可以先打吃了力吧 嗯 先飞再打吃 是不是打吃不到 先打吃了力 好像就是 这下它觉得 有点惨不容易 主要是这个拐 确实有点 它觉得受不了 然后 那 走 对 哎 走到这儿 没有问题吧 可以 可以 对 不 但是如果 它走 你这要补一个的话 黑鸡这个头就过来 对 如果是怎么这样过来 有可能这样就 嗯 好强啊 就白鸡可能 这代还得走一个 怎么跟着硬一个 它就可以刺掉再飞 那好像我觉得黑鸡比实战 要主动一些 嗯 觉得那个还是小 小 小力吧 中央的头还是大一些 嗯 而且一旦黑鸡 这一代有一些势力的话 白鸡这个子以后 挡下就更加不成立了 嗯 嗯 反正如果是这样 像这样 我还是觉得黑鸡这样下 比实战要好 那实战贪图 那个底下的利益的话 中央被白鸡过来了 对 其实是尖的时候 黑鸡很想 争取这个头能撇过来 这样如果让白鸡堆上 黑鸡这边的子 主要不太敢飞 它有个靠 对 现在的问题就是 可能当天第一天 白鸡就来了 对 你要是这样呢 这个 又慢了一点 那差不少 对 这样 这样白鸡可能就跟着走 你只要不能封住我 你就是两块 嗯 被我缠绕 所以他想走到这 然后带我飞过来 对吧 但是走不到 对 这白鸡一跳 感觉这个一出来以后 黑鸡就等于双方 这几块鸡是纠缠在一起的 这样好像黑鸡有点苦 因为你再走 已经没有心情了 那你只有下去 那下去呢 感觉是挺危险的 下去 因为白鸡随时是活的 白鸡是个打车先生 白鸡眼神太好了 对 所以你现在不下去 没有步调了 心情没有步调 但下去感觉又挺危险 嗯 这个地方好像我觉得黑鸡下来稍稍有点有点问题好像 是的 嗯 现在大概就是跳吧 不跳没鸡下 对还是得跳 然后白鸡可能就是过来 就它弄一下以后瞄着这个刺 瞄着这个刺 你黑鸡你补这个子孝就没有了 所以黑鸡又不能补 嗯 但对眼型又 对你不能补 补的话你子孝没有 出头 对你出头你正常只能出来撞 但出来这一次 一一冲这四个就掉了 是的 而且因为你离白鸡比较远 你很难说对我造成一个特别冷烈的攻击 对 那如果跳呢就明显有个刺 嗯 所以好像这地方 我觉得米鸡下来有一些问题 就从挖出来之后 应该说可能这步棋 啊 那步可能太贪那个 对 稍息 太贪这个地了 太贪地 嗯 现在感觉黑鸡面临了一个危机 就怎么来处理这块 现在怎么办 现在这样它就 你就冲过来 哦 黑鸡就挺难办 对就是这样 你也没有什么好的后续 我就把你断 对 你这冲下去那边肯定是杀不过 最后 你最多吃这三个 那边没了 黑鸡肯定是不行 对这个死的 呃连干木带虚控的 对受不了 受不了 受不了 所以它不能沾 它是顶在这 它意思 如果你冲的话 那我至少这一代 气性会好一点 顶啊 顶也感觉挺危险 顶它就算长 好像黑鸡也不知道怎么下 这可能还是面临着这个问题 因为你如果再霜 我冲过来 就类似了 对啊 如果走这个 你要是 沾上 沾上 沾上就算 今天这个 感觉黑鸡也不舒服 你大概还只有补一个 那白鸡再把这个拐出去 反正我中央先吃四个 然后我这边 你得补一手吧 然后我就 对吧 好 这块应该问题不大 这样好像黑鸡 也不太满意 一眼看过去应该是不太 对等于这四个奇金死了 然后这两边你还不占优势 是一个双方军事的感觉 对跑 对 对 不能满意 不过柯杰实战好像下的很有追求 它对 更犀利一点 就是一步到位 它就直接靠在这 嗯 就如果能成立的话 总感觉好像更 更快一点的感觉 嗯 更犀利一点 这样 哦 它这个 就是你搬的话呢 它也是就跟着走 啊 对 你如果留下我我就把你断开 对就是 它这个还是在 在你的奇心要点上 因为它立下以后 它上面这块已经活了 就打持一顶 上面你没有问题 对 那现在你就是你沾这个 它才有个断 嗯 你搬这个它有冲 这两个点你防不住了 就没有解决问题黑气 然后如果你从外面搬的话 我就一退 对 你还是AB 这样就是说它 它觉得还便宜了 你要再沾上它 它这下在断里面搬了一下 嗯 它觉得这个奇心更好 是 好像挺犀利的感觉 嗯 那么黑气只有沾 对 白气就把两个只吃掉 是 那感觉好像这一代 确实黑气步伐有点凌乱 是啊 这样 要坏 嗯 你现在这个地方 虽然有个吃 但是白气沾上以后 这地方有个冲断 黑气也不太敢随便下去 嗯 嗯 对吧 再下去 如果就这样下来的话 这样走 白气的还得再冲 白气这时候走哪个更好呢 白气 就斑 嗯 这样得多一个 嗯 嗯 嗯 这样 这样它会不会 我外面还有断点 还有冲断 冲断在跑 是吧 嗯 这个好像黑气 这一点所得 和这一代的损失 不成真比 不太对 嗯 那就是不能这样 还是不能马上 那我是不是可能单冲 好一点 单冲可以 单冲 你单冲它就粘回来 哦 就我就 你下去它这可以冲 哦 还是 就是 这边的问题没有解冲 冲完以后再一段 好像有点 地挡不住 像这个蒙住 可能这个蒙健合了 嗯 平气的气形就坏了 是的 不好弄 这个 所以它要 它实际上 它靠这个是一个苦肉剂 哦 对吧 它靠完以后 它就可以冲了 这样它的好处就是 你再粘的时候呢 它冲过来 这个冲断就防住了 嗯 它通过这一下交换 对 你再冲断 你就蒙不住它了 对 我拐出来 嗯 没有这个交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手就蒙死了 对吧 反正压这个可能还有先手 这一手就蒙死了 它有了这个交换 不过长也长死了 对 但是多了这个交换就不一样 多了这个交换 它就 就 就 就连上 所以它先靠一下 还是有它的道理在里头 对 那么 所以实战黑旗就是这么计划的 嗯 就是靠 你长的时候 我再冲这个 嗯 那白旗还是站这个吧 对 嗯 但只不过就是当黑旗冲下去的时候 白旗就不能冲断这个 嗯 但白旗沾这个也很舒服 其实沾这个也很舒服 沾这个 从旗形感觉上 黑旗也是个猎型 嗯 因为白旗 其实吃不吃这四个子 是木属问题 它上面 上面这块旗没有死活的问题 嗯 现在如果说 而去沾上整体来看 我觉得也是白旗不错 因为这个 虽然说白旗没吃到木 但是白旗这个中央走得太厚 黑旗实际上绕一圈 它也没走到什么东西 而这边始终还是一个 对跑的关系 你也拿不住白旗关键 嗯 你也拿不住白旗 而且随便这个地方 小尖一下 什么虎一下 也没就出来了 对 走这就可以 白旗他走到哪里 让他扳 先扳 他还是想利用一下这边 嗯 先扳黑旗 双 嗯 这倒也无所谓 然后他再交换两个 嗯 冲 对 因为黑旗是看成 如果白旗这个虎有先手的话 他就觉得这个子放在这儿 比放在这儿好 对 放在这儿他主要是担心 你会拐一下不是吗 对然后可能对中腹的风头 有一些影响 拐一下马上就有一个这个 然后你还得回去 那等于这个拐跟虎的交换 嗯 所以他就单双会更好一些 对 黑旗定型完 白旗啊 小尖出来 嗯 这样黑旗把这个 沾上 嗯 是沾这个的 沾这个 沾这个跟沾这个那个大 我还没搞进去 这个也挺大 对 对 很困惑 但是 这样白旗应该得得吃 嗯 对就是这两个是 看成见合 看黑旗怎么选 对 然后 再过来 哎呀 怎么走 对 真的 哎 他沾这个 沾这个 沾这个 沾这个白旗 那白旗沾上 嗯 这边有一个冲断 那应该是要解决的问题 然后他跳出 嗯 跳出白旗必须 必须得从底下过嘛 白旗 很想 脱鞋 但是他觉得这个过很厚 黑旗早有鲜肉味道 嗯 白旗这 这好像如果说白旗过的话呢 我觉得好像被黑旗 赚到了这一串 哦 就是从冲下来之后的定性 嗯 好像 就是白旗没下出 最狠的 哎就好像被黑旗蹭住了 黑旗现在他毕竟还是 把你的空全部给破掉了 然后自己跑出来了 就是 至少 在空上面来讲 黑旗没有 特别明显的损失 因为刚才好像 当白旗穿的时候 觉得黑旗很危险 现在绕一圈的话 我觉得好像黑旗度过 度过的一个危机 对 就不是说黑旗现在 形势就好 但是至少是把刚刚一个 非常危险的时刻给度过了 对 毕竟你这样 白旗它本身 它也没什么空 嗯 那么黑旗时 先点一下啊 这是个挺舒服的 外跟里的交互 哦 这个还很舒服 走完以后 底下走两下 哦 搬两下 搬只能爬 对 这也被全搞到二路去 也挺不舒服 对 因为如果断了 好像这边有一路就回去了 对 断不行 那只能做这个 那所以说 就像刚刚周老师说的 能够看到白旗上面 其实时空是很干的 粘回来 好像是亏了 白旗 对 因为白旗这个地方虽然厚 但是 比起你直接把旗径吃通相比 你肯定还是 也有一些负担 对 因为后后有时候你不见得能转换成木 因为白旗 它这个地方也有一盘后势 反正木术上就是我们人类的话比较好判断这种就是现实的一些东西就是本身的实质是实定不亏就好了 外头那些东西其实都不好掌握 对 所以我觉得好像白旗这一段不如 还不如老老实实把这个四个子吃掉 会比它这个实战的结果更好掌握 嗯 因为现在是虽然黑旗中央明显没活 但是我这个多少都有接用你也很难说一下把我攻得很惨 对 而且白旗是不是也没有完全活 冲完以后它冲完以后它冲进去 你也没有完全活进吧 因为你冲完以后你最起码这个应该是个假眼 嗯 这个是一个后手眼嘛 嗯 然后那上面也就一直眼 所以说白旗也没有完全活 自身也留有一点 嗯 包袱 实战白旗是跳 跳跳 就走两下 贴 对 还是瞄着上头的 对它还是对照有点想法感觉 对 贴 黑旗也不敢动墙 就是因为上块上面没活 对如果不考虑上面那我肯定是要扳头的 对 但现在为了兼顾中腹 它还是一个甘愿被压的一个状态 然后白旗是刺一个 嗯 这是它的权利 嗯 但刺便不便宜不知道 对 对吧 不仅仅便宜 所以这种旗有的时候没准以后 可能是用什么这个挖呀 或者是还是有点想保留的 如果说跟这个刺没有必然的关系的话 好像 嗯 没有 我觉得不着急刺吧 嗯 你除非担心它搭一个不担心它搭你没有必要刺啊 是的 嗯 小问题 刺一下本就刺了 对 感觉不刺更好一些 嗯 然后刺完以后白旗脱先了 也不会下了 白旗就走地了 白旗他 他不知道怎么攻杀黑旗他就索性就脱先了 对 对他也怕这个地方要是没攻好 反而先出招未必是好事 对 还是先在这个地方寻找头绪 去地 嗯 因为这边有个铁头 白旗黑旗肯定方向就是走脚上了 不要走外头了 走外头感觉很无趣 因为白旗上面飞飞都是仙手 外头也没东西了 嗯 所以守住脚地还是很重要 对 白旗继续纠缠 他期待黑旗就是你最好是想来吃我 嗯 那我可能这一代慢慢的就会有些借用 对 下面没活 黑旗需要 因为你这借用一旦多了这块就比较危险 对 就一旦比如说如果利益你挡 我这边一旦多好几个先手 对 可能中复我就也许会有一些 对 他可以说是打了肠这些的就可以 对 我可能震过来再飞出 这地方还是 可是黑旗也要小心的 是 你主要还是要担心那边 所以他还是索性就不走了 哦 哦 是这样 李玉婷是很干净啊 他就索性我自补一个 我先补一个 是挺大的 这个地方他就算 他就算直接震头 你也挺难受 你得从这个缝里面就跑 对吧 是的 这边暂时是出不来被飞住了 对 那我还是得从夹缝中 这样 是 本身其实白旗是不是有可能 要先攻 比如这个不走 直接震 也有可能的 但是他看不清 他看不清 他怕 他怕走 把变化走近了 最后 没有供到实际的利益 没下到便宜 对 那么 一起就把这个跳出 嗯 也算是消除自己的一个隐患 嗯 然后连班 走 那样这个局势好像就又缓和了 就像现在呢 目前来看 反正我自己看是看不出好坏的 到这个为止 对 回到了军事 好像双方 空里也很接近 嗯 现在黑旗跳出来以后 其实黑旗厚薄也没什么 黑旗也不是特别薄 嗯 嗯 这样的话白旗等于在这个角上有一定的收获 嗯 但他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还是有有些问题的 嗯 如果没有这下刺的话 以后他有有有可能 有有挖的可能性啊 你这下没有没有完全挤到 嗯 如果你怎么走 走它一般 对 还是有有这个可能性啊 就是暂时不知道行不行 因为暂时不行 但是你至少这个地方有薄位 你刺掉以后黑旗还是厚了不少 所以这下还是不应该刺 我觉得没有必要刺 有点水手 这个旗下的 对 嗯 一般我们习惯是刺完你要马上震 对 可能这是一个连贯的思路 对 但如果你刺完不走了总感觉这种地方是卖变化的 对 因为黑旗不太可能走在这儿嘛 嗯 只要不担心黑旗走 你这刺还是把黑旗刺后的一个感觉 对 所以这个地方跟刚刚那盘旗恰恰相反 刚刚那盘旗是感觉是想 做活前把二路刺一下破坏白旗的眼位 但这个地方的刺就有点卖变化 对 因为那盘旗是关系到眼位 这个是对 这个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的 你又把黑旗的头给刺印了 对 那么白旗就在这边取地 嗯 嗯 这个定性也差不多 嗯 白旗取个力 是呀 白旗活了一个脚 嗯 黑旗 对 所以悄然间好像后报就变了 现在突然觉得就是白旗自己的这个棋子 对 现在需要 但是白旗呢就是他他就不攻你了 他现在转成一个自己防守的一个状态 他毕竟这地方抢了一个票是空 捞了一票 嗯 这样的话就攻守发生了逆转 现在是黑旗要攻白旗的一个状态 但实际上现在控白旗呢也很难说就一定领先 嗯 黑旗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些潜力的 对 现在不好说谁好 就前面觉得白旗好像挺好下 现在至少 嗯 应该是一个军式的一个感觉 嗯 嗯 白旗坚 嗯 黑旗拐下去 哦这个 拐那个 拐那个 嗯 嗯 拐一个 也算是加强自身的一个下法 但这一代是没有关系啊 就他就觉得我的渡过和出头是见合的 对反正你下来他就要站抖 但是白旗也下来了 还是下来 下来黑棋先这个先走两下 做个准备 交换掉万一以后来不及了 这都先有全力 然后他杀出去了 交换了一下是吧 去哪交换了一下 翻一下 真的是准备工作做足 然后靠出 就只有靠出 不靠出没其下 对 这个地方感觉双方都挺强硬的 因为从他拐的这个姿态来看 其实黑棋的语言是 我不怕你挡 但是白棋说你不怕我 我也挡下来 对 那现在这个地方又 又形成了一场激战 骑虎难下来说吗 对 这是必须要挡 那黑棋肯定箭在弦上 一定要断 这个真的感觉又绞杀在一起了 因为黑棋的这个骑形 其实还挺有弹性的 它随时二路蹲满有个尖回 白棋要看看怎么处理 贴 贴黑棋肯定白痴 这个是常见的一个 给白棋留下一些断点 然后白棋就胡打 这到这是必然的 因为现在你要跑了 他就跟着跑 如果是这样 好像黑棋自己这三个子 也要小心 你这边 它有可能从兜出来 你上面不火 你走这个 它就顺势走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样挺危险 因为这要被打一下 对 白棋首先正能走完 而且如果白棋能看清的话 他可以先在这做完准备工作 这回头一下来 黑棋自己的洗筋还没 打完他先跑这四个子 跑完你已经上头再跑 对 那他再下来 所以黑棋好像不太敢从这边走 所以黑棋没有跑这个 他是拐这个 对 拐这个是对的 我觉得拐这个是比较正常 先把这个封住 封住呢 以后再跑 让白棋补棋 白棋就补了 这样黑棋再向周老师说的 盯一个 就是两个联络见合 对 这是有一个 一直有的一个东西 对 那这样看上去 白棋的路其实挺窄的 就这五颗棋子 白棋现在就是从这头 也没看清楚 他如果跑掉的话 如果他跑掉 黑棋也没走到东西 就是如果说白棋这块棋 现在 安然的跑掉 你吃不掉 他这抓了一个花 你随时 你搬 你还不好过 你搬他有个管 就是你 黑棋的空 已经被白棋破光了 黑棋被破光了 然后这被抓了一朵 是吧 损失还很惨重 对 就是你这块 如果说拿不住 这样就是 拿不住的话 白棋应该还可以 我的质感 除非拿不住以后 可以再从这边追杀过来 搅上那两块棋 是 所以现在黑棋的姿态 应该是要把这些留下来 对 那意思就是你连不上了 这个棋 但是这块 我们看看 还挺复杂 好像白棋 挺 挺有眼型的 是 不知道这个 这就笔记算了 对 看谁的计算力强 嗯 不过这两位棋手也都是出了名的 这个力量也非常 因为他现在 他这个拐基本有先手 就白棋这个拐 基本是先手 也就是说我的班是不成的 对 你不能班 你不能班 那我如果从外面走的话 走的话 他就比如说顶一个 这我正常得不断 然后他怎么一虎 好像就不太好吃了 这样回去就有断 这下面不是你还欠着帘吗 对 这块棋 就如果我分断 就先手 把我断了 对 这样 下面轮白棋一下 好像 就随便了 就充一下一打 就行了 对 不会单班也行 关于你这走 我对你这还有先手呢 对 所以这边已经吃不掉 嗯 那就是说 直接来不行 这边 这边吃不掉的话 初初一看 感觉 白棋还可以啊 对 因为我一连起来 你这块 这个不是也没火吗 黑棋 对 这个是 然后黑棋现在走这个 哦 走这个 走这个 他就是说 你不走 他下手再点了 这杀你这个花 哦 如果你敢在这边 比如说花一手棋的话 我就这边过来 对 但是其实补一个 白棋补一个也很大呀 补完以后 他这个虎 你就断 底下是什么回事 底下 底下黑棋是活的吗 好像没有进活呀 嗯 因为这个脚上是一个 脸管 或者我 我用 那个 那个太惨了 对 苦肉计 就对 对吧 这个 那个基本不能保留 对 利用这个是先手 这个先手 他这个 他这个边 一路小间 说你这一会儿 冲了挖 对 就是 丢黑棋 那个不能考虑 那白棋现在 如果说 我怎么觉得 这黑的很危险 如果顶 怎么办 就是黑棋 不知道这边 能不能一步 出来 像您说的 或者 这一袋 能不能走出来 首先 你那一手棋 能不能刷掉 我下手棋 我虎这个 你怎么处理 我虎这个 你这底下 已经是 马上就要做选择 对 已经是个 我可以先把 这个冲掉 我找时间 或者我就比如冲掉 补 冲掉在顶也行 对 冲掉了补 这样看清楚 然后 你可能 在这一袋 感觉 这个跳 还被跳 我有点 上面 还已经 有点奇怪了 对 我不知道 我走在哪 可能 比如说 我出个头之类 我觉得 我有点 问题 感觉 不太好 这个骑行 走这儿 我比较担心 白棋 出来 我觉得 或者 从这边出来 我这不是 也没封住 感觉 这个步伐 有点大 但这个的话 又有点小 感觉 就是你这边 虎他反正就靠打结 他只能打结 只能打结 我觉得好像 白棋还是更好 更好战斗一点 我们看看 柯杰是怎么下的 柯杰是 直接走了这儿 他觉得连上 更稳妥 是吗 就这样没冲 对 他意思是说 你不是刚刚不行吗 那我这两个交换 我觉得你中央 该不行 还是不行 对 他就觉得 你拿不住我了 拿不住我 其实白棋 只要跑掉 白棋应该就可以 所以就去看 现在看这个局部 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 现在黑棋 如果拿不住白棋的话 黑棋空已经有问题了 就双方 大家都和平解决的情况下 黑棋的实力 已经不太够了 因为白棋 他把这个花抓了以后 你其实底下 其实都没走到空 对 没有收获 对 而反观白棋 其实中央 这个肯定是有一定潜力的 这个也挺狠 就看他这个地方 算得准不准 如果说 这边没招的话 那白棋这个飞 是相当解明的 然后他跑了 跑了这棋就基本上拿住了 对 打吃 打吃是独秒了吗 打吃一下 这个打吃是 应该是决限 可能白棋也觉得 跟这个没什么关系 我就印一个 然后再打吃这个 打吃这个 这打吃这个 科技还硬的 这个好像没必要再硬的 很想到这边走一个 这题你就打住也没什么 是上面有 死活的问题 应该没有问题 但我这都连上了 应该不能有死活问题 不知道 他可能觉得 主要他没看懂 他可能觉得一样的 还是看迷庭 这个地方有什么招命 这个打吃 这个打吃能打到 我还有点疑问 但一看就像独秒了 不停地在 你看不停地在走先手 是 像是独秒 这个打僵了 走了一串先手 又靠了一个 又靠了一个 都是打僵的感觉 克杰就是 他看着下法 像是他已经看清了 这些地方 他觉得你拿不住他了 他就把你走走后 这感觉 白棋的招法 都比较松 就是硬的 就是属于那种 我看你怎么办 这样黑棋终于要出招了 那这个地方 就看谁的计算 准确 看这个下法 应该是克杰觉得拿住了 我觉得克杰 好几个地方 是可以撤退的 对比如说这个 还有包括 中央的这种退 都感觉比较软 这个也可以考虑 但他可能觉得 已经没问题了 他这样 黑棋的招式 顶 顶刚刚讲了 如果你走 他反正一虎就就回去了 嗯 所以呢 他虎这个 虎在这 虎在这 虎在这就还是 瞄着上方的死活的问题呗 哦 他现在虎在这面你这只眼 就是如果说你在这边反正跑的话呢 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这个可以杀一杀 对我得爬正常来讲 是吧 爬的话呢 他就 哦 我也可能 爬它粘上吧 粘上 然后我团住 那也是活的呀 这应该有个拖 那我能不能往里挤 拖式眼呢 我往里挤掉是不是破眼 我得把这个眼卡掉 哦可以挤 对往里挤 如果你断我就拐回去 那就是这样 嗯 那没可以 这样是活死的对吧 这样对这样没活干净 对 哦那还是黑白地也要想 他他可以拐吧 拐拐式眼的 哦拐先手 有人看不清 底下是几个 哦对对对 那就是这样 对如果这样白地就更多花一手气 不是 然后你得冲完回去 你当这个子没有吗 嗯 对我沾上 你沾上 一样的 然后我那个 但是我是不是有接不归呀 你这下应该是你冲到的 对 这应该算黑气冲到 嗯 就是等于如果你走那边 黑气这边以后冲一下 嗯 再冲一下 嗯 这是黑气的权利 我这 他可以 这个之前先冲这个 再冲这个 都能走到 都能走到 嗯 然后 这个里头 没有接不归 没有接不归是吧 嗯 没有接不归 那那白旗的一拖 应该是有这样 这拖 嗯 这拖 应该是进火吧 这样 不一定啊 这搬进去 这还是 不一定火呀 是的 白旗 这边断也没用 断我就吃这个 对 断 但找到那个 是一个假手筋吧 对 没有东西 好像没有 就是看着 特别像一道死活体 就是先立 但 没有用 假手筋 嗯 那就是白旗不活 等于说 这个地方黑旗 通过补在这儿以后 直接是叫杀着 你上面这块旗 嗯 等于白旗就不能 简简单单的去 止活下面 他还需要 就是追究 黑旗这里联络 有点问题 哇 这个还是有点乱 感觉这样 哦 那他挖吃 哇 这个地方 还是下了很精彩啊 嗯 就是看起来像是打僵 但他其实 也是有 有用意的 对 我们回到 实战的图 是这样 实战是他当时 吃了一下 又吃了一下 又冲了一下 看起来是在打僵 但同时也是 跟他之后的招法 有一定的关系 现在就是看 这有没有眼呢 那虎 虎白旗就所以 就是打持进来 那这样就会形成一个结症 因为他打持到 他就已经活了 嗯 打持到以后 他这有个蛙 这有个虎嘛 这一虎就联络 这一弯 那他就把这做活就好了 就把这吃 上面 对 上面这个旗形是 是在这 在这 对 我就说没有这么大 我记得 对 这就可以补在这 嗯 所以你 只能堵住 堵住打结 对 但这个结 黑旗 打不是打得挺累的 嗯 因为是叫着中斧 但黑旗等于 就是用这的结彩 用上面的结彩 嗯 然后他走 走完 提 然后白的是找 拐这个 白的拐 是不用担心消解的 白的拐一个 黑的如果消解 黑旗不能消解 黑旗要先消在这 对 如果你消在这 就像你说一虎 然后我补上 他补上 我把这补了 就像 然后你沾这 他一虎 嗯 就是他可以消在这里 但是这里就没消干净 就还是一个 如果说你消在这的话 白旗这一提 白旗这几十件数 但是 但是消在这其实 等于 消在这不是还是减吗 它有一提 对对 对吧 这还有 有个什么 断这 嗯 刷在这 白的就是提减 我感觉黑旗机会来了 我以截的虽然说 没看清 但我觉得机会来了 这一个截 现在白旗这个截 不敢随便打 这截太重了 嗯 然后现在黑旗就杀你上头 就按刚才我们摆的那个 哦 对吧 对吧现在黑旗就按刚才我们摆的这个截 就杀你上头就完了 那在这儿这个时候黑旗不能 白旗不能补齐是吧 白旗如果补一个黑旗就把这沾上了是吧 就是这样是提不到吗 提提了被打了挤在这儿 挤那个它就不要了 但是 我应该刷不过您吧 我应该刷不过您吧 如果您走一个 对呀 反正你 你沾上这一天我就可以杀你了 哦对 不过沾上这一天你从这边杀 谁气场这个 还是挺挺复杂的 我这下可以先吃掉 我先吃掉 然后挤在这儿 然后我可以挤在这儿 对 这个铺 铺掉吧 这样你 走这个 我这个 我走 谁气场 是一个双活 嗯 但是你尾巴掉了 尾巴掉了 白旗不行吗 这个现在有吗 现在还没有 对还没有 那你尾巴掉了 这个被吃了估计是倒地了 那就是说白旗现在没有办法 直接补 就我们只是给大家解答一下 就是白旗能不能 直接补 不提解 因为我们看到 提完结以后就是 很复杂的一个是 黑旗马上 这个地方 仗着白旗不敢开结 我觉得好像 科捷 我觉得像 像走的不对 哪里不对 感觉有机会了 我觉得有段时间 今天应该是白旗明显好的 嗯 现在黑旗就开始上这个了 现在好像 黑旗应该有机会了 就现在它 对 现在这个没有 嗯 然后这个是在黑旗的 在白旗这 白旗钢旗 但是黑旗把这一粘 就白旗轻易不敢开上了 现在粘完以后 然后把这个冲掉 这个冲 这个要冲掉 哦 对 这个很关键 因为有气的关系 对 然后白旗还是 白旗做货 现在白旗局部做不活呀 它不是局部 哦 对 这个刚刚我们都讲了吗 这个做不活 嗯 是的 那这个瞬间感觉就 不太 但是它就是说 这有个结 嗯 是的 还是有点乱 但是感觉 刚刚应该是白旗不错 现在是一个 可能双方 又看不清的一个状态 但是黑旗也不好下 黑旗现在 如果接着杀的话 它 就是为生出劫财 它只要照出一眉劫 就把你打爆了吧 嗯 所以黑旗实战是 实战是 这样怎么办 我这个 黑旗现在是踢解 他踢得解 那这样白旗是会做活 还是先找找解 看看白旗怎么找 白旗有一枚本身解 除这个 这个要硬 嗯 这个 这个棋 那反正那黑的在铺嘛 就接着这么 铺一下 还是什么这个 铺 嗯 既然就是 这个解谁都不能轻易的退 哦 白旗没有提解 白旗不是提 白旗是走完以后 做 做活 他觉得提解 怕黑旗搬可能 应该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 他如果 提一个 黑旗一搬 那他 本身 这种不是解 不是 他提 黑旗肯定是 逻辑上肯定是 再提回来 哦 就是找一枚提 对 搬完黑旗直接就搬了嘛 哦 那他就是觉得可能这样打不过 嗯 他 这只打不过 你走 我就跟着铺嘛 你就无所谓的 嗯 那白旗是把这削了 嗯 那么黑旗会把这个粘上 然后白旗再提起 嗯 就是说刚刚结是在黑旗手里 给白旗提 提现在又刚回绕到了 我们刚才摆的那个图了 又绕回去了 是 现在就是黑旗能不能 吃完以后 再挤这个呗 对 就是这个图行不行 黑旗能不能挤这个 吃完也挤这个 嗯 我能觉得这其 白旗怎么办 嗯 白旗现在 嗯 白旗现在如果 粘不行的话就坏了 你现在怎么办 你打持决心啊 你要是粘上 除非你这个不走 哦 就别粘坏这下 你这个不走 但你这个不走 你这边出不了牌啊 你这个断不了啊 嗯 感觉怎么这个旗突然 白旗就有点危险 我看如果粘上 黑旗挤 白旗现在只有 硬的头皮把 这个粘上 哦 这样这个气怎么样 就是 这一走完 冲完一走 我如果搞在这 我如果我就搬在这 我搬在这 黑旗是六口气 白旗呢 123356 哎 白旗 白旗慢一旗 这个可以扑 那白旗气不够啊 嗯 对 不 黑旗一扑 白旗是12335口气 嗯 黑旗是六口 黑旗是六口 对吧 对 大家可以看 黑旗可以粘到这下 还不止六口 黑旗 黑旗还有个接不归的关系 那 这个一粘就坏了 对 那这个是怎么办的呢 那现在白的怎么办 就是 关键 黑旗现在还着急 黑旗还没吃 他先跟你打着玩 啊 他先 他先 就黑旗如果说 他不玩的时候 他直接 打吃白旗 怎么办 嗯 是的 看一下后面 怎么感觉 瞬间是 白旗有点危险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白旗 你就判不算不清楚 就是白旗这块能不能死 嗯 他能不能外面找结 他能不能死的一个问题 对 白旗冲一下 然后黑旗又铺了已经 黑旗的结 黑旗也散不清 散不清的时候 他就先 先打结 他总是不亏的 嗯 对吧 他实在不行 实在不行再回来 好 白旗吃在这 吃在这 那吃在这 黑旗不是可以 嗯 黑旗补呢 对啊 这是什么 什么东西 这 这不是根 他这没有死 他这个虎先手 他还有个结 他就是说 上面我就算你脸上了 然后我再打下面的结 太厉害了 这些人 他这不是结 他这可以脱 是静活 嗯 这个旗真的是 很有意思啊 太能搅了 对 四处都有伏笔 那就是虎 那为什么 黑旗立不到是吧 黑旗现在立不够是吗 冲的时候是可以立的呀 哎 冲的时候是可以 这块 他是觉得 那块应该 杀应该是杀不掉 我觉得 就如果只是一个这个 能够占点便宜 杀应该是杀不掉的 我就 从这 不像 这边靠一靠 也不一定啊 白旗 我这挺厚的 我也挺厚的 这个可能又是 也有点乱 有一点点乱 不过那白旗其实也没什么必要 他单打齐就完了嘛 嗯嗯 他冲不冲 对 单打齐就完了 那冲完 那总之就是这样又活了 哎 那好像 看看这个地方到底 实战就这样啊 对 那白旗 那黑的要坏啊 对 白旗走 黑的立在这儿 那白旗如果活了 黑的 黑的空能够吗 就是空没点过 我不知道 哎 但我立在这儿 是不是一个打结户 就我立在这儿 给你走的 我打完再拐了打 哦 对对对对 还没活 可以立在这儿 刚刚没注意到 可以立在这儿 立在这儿又 对对又没活了 又不一样 对啊 那就是这样 他反正觉得都是打结嘛 你也不会打上来 那打结活 那就不一样了 对 那又 死活看错了 可以立在这儿 刚才没看到 嗯 嗯 是的 那我们看 如果现在打结的话 怎么样 黑级无忧结 对 这是白打的一个结 嗯 走 走成这样 以后 八十 这其实精彩啊 然后 提结 提结 提结找本身结 跳一个 嗯 转上 黑级提结 黑级结应该结也挺多的 黑级上头 上头这些都是结 哦 对 黑级结非常多 嗯 嗯 提结 然后呢 看看 看看怎么办 好 靠这个 只能靠这个 没结了 就靠这个地方的分段 嗯 提结 感觉上 白级有点凶险 黑级也是结很多 这棋 如果被米依廷翻牌 然后我觉得 黑级结就有点圆了 我是觉得 虽然我没细看 但是我觉得 有一段时间 白级结应该机会挺多的 那现在 现在看起来是相当乱 我不知道 对 现在主要是这个结 黑级看起来结蛮多的 嗯 因为黑级 这个这个粘 什么都是结材啊 对 而且这种冲 你肯定也得硬 对对对 而看上去 白级就剩下这几个分段的结了 对 我们来看看吧 白级 黑级找 哦 虎一个 嗯 对 来 起错活 这些结却是 本来可能都得吃起来 为了结材 对 口肉计 没办法 对 只能先锁回去 但也不够 但还有一个两个结材 嗯 白级要找两个结材出来 是吧 白级先点一个 嗯 嗯 对 好 黑级先把白级冲中 冲了再回来 冲的时候白级 也就是说白级提是不够的 背黑级一挖 是吧 应该是不够 嗯 那这个就只能跟着 咿 这应该快快出出结果了 我觉得 对 很激烈 在下几天应该就要出结果了 对 这个也是结哈 对 也是结 对 那这个怎么感觉 打不完 他就急了这还有一扑 对 不过他这个一路打 一路打是个结材 嗯 一路打 这白级为什么不想打 对 嗯 白级这个不是结材 怎么能到 啊 黑级脱线了 对 黑级怎么没有印这个结 我看 为什么不印呢 有点不知道 我觉得都快结束了 对 这个地方 我在看为什么不印 我在想 他结材会不够吗 应该 我们可以把它数一数 感觉 黑级这边 断 还有结材 断 上面 上面刚刚邹老师说 还有两枚 对啊 这边不还有一段 对 然后白级不是眼镇的 就这 这个地方 这打我就挡着这 我就不给你结材了 对 然后你大不了 这这还有一枚 然后 我关键我这一段你怎么办 你如果为了结材 断只能打吃吧 只能忍住 那我打 是的 好像不够啊 对 但这个地方 黑级看清了吗 这这提完不是还得再补一首 就是他意思 他觉得这不死 不死 还是觉得够了 还是 没搞瘾 就这个我感觉 当然读秒 就是有时候也 读到后面有点晕 也判断不清楚 对 然后接下来又结束不了了 我觉得 因为你 对 我本来觉得是 白的已经有点 危险了 感觉 就这个 应该是 敏玉婷进入这个截 打截之后 这感觉很 黑级看上很主动 黑级的截彩主要是 很舒服 而且明显多 但是这个时候 他不硬了 这感觉瞬间就又 气又变了 这个不硬了是 这什么意思 看看啊 他一断 他得把这个削了嘛 他把这个吃了 意思就是 现在你来 你吃不了我 什么 还是说 他觉得吃小了 他就赢了 还说过 这个判断 有那么准吗 这个在独秒钟 就点清了 也是听 黑 意思气子 他就够了 我们不知道 我们看一下 这个 我怎么觉得 这块也好大 黑 他吃了这块 就 一下子拿点清 这么大块 但是我觉得 正常的骑手 肯定会 急着打结 打结 应该就打爆了呀 对 主要我上面 一枚两枚 然后 其实这边 我还没用呢 三枚 对 然后四枚 我这一段 肯定是结 然后你怎么硬呢 怎么打车啊 真正中 那我还有 对啊 五枚极了 其实还有六枚 就王如你又铺了 再来一枚 对 但白的眼界呢 就是 你就算食苦肉鸡 你不是最多 就两枚吗 这里 三枚 这两枚动不了 这个铺不能随便铺 所以其实就一枚 一枚 两枚 这有一枚 两枚 然后 他可能这一提 有几枚戒 是吧 我一提 有点 有点翻 三枚吗 三枚打持住啊 嗯 那我沾上 是不是也是结 确实白的结好中间 不是 你沾上以后 我一旦挤到这儿 我就可以吃你这个就行了 你提过来 我吃一个 你再走 我收空 应该就够了吧 我感觉应该就够了 两手棋把这全吃了 你就做个活 那等于说 正常的进程 应该是 黑棋通过打结 逼迫白棋用这枚 然后让黑棋挤到这儿 然后等于 黑棋能把这儿 吃了 收空 应该是还不错 但现在黑棋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判断 他突然选择了 把这棋压在这边 他现在不肯活 他不肯气 他要活 那这个 这个有把 他是觉得气得不赢 是吧 我的天哪 这棋 吓得 对 反正我已经搞不清 谁谁好了 对 真我彻底晕了 他是断了一个 对断完以后 一吃 打吃 然后打完一虎 他有脚上有一拖 是 他有一个手段 对吧 但这个脚上这个拖 这个结呢 这个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结 就是这个结是 他没有买上拖 就是他一拖以后 就这个结是个两手结 这个局部反正白棋活不了 把这打吃掉 就打吃掉以后 这局部一拖就活不了 对 他是 铺 反正最终是用到这个打结 对 现在怎么感觉 你听这个身体 身体太好 练个结 对 这是一个两手结 等于现在 白棋 脱线 也是个打结 对吧 嗯 如果是 但这个地方 主要这种漆情就感觉上白棋器还蛮长的 就白棋现在贴嘛 那贴收器 嗯 收器是不是极啊 就是如果说 我感觉黑的有点不好收这个地方 对 不一定是解 我们来看最 最笨的 然后你 你被我收住 然后 我捆了一个眼 对 然后他只能是 一个一个来 对 打吃 走 嗯 我觉得不像是解 只能弯 弯这个 感觉要白得快 第一个 我能不能直接 我看 铺一样 走走走 哎 我好 直接团死你了 你要是不那什么 走 我就走一个 你一收 我就铺了 收后面 那我铺进去 你这一般是什么 对吧 对对对 你这一般好像又又又像是个连环节 对对对 我一走 感觉上黑棋有点勉强啊 这样 这样黑的行吗 黑的不行啊 那黑的 问题是这个不沾 它又不行 感觉这个逻辑上也有点 现在外头能不能尝出一口气 尝不出气了 对 我们看他实战 他是想争取做个眼 看看能不能走个双火 但实战是靠 实战就是直接杀气 刚刚讲了不够 对 气不够 他这个做双火的过程中 有可能是撞自己气的 这个迷顶肯定是吓晕了 这个时候迷顶肯定是吓晕了 再一路一搬 好像这个时候 然后再做个眼 做个眼 他不是做眼吗 不这样做眼是吗 这样做 搬沾完了再做回去 所以搬沾完了 就死了呀 搬沾完了 气不够 对呀 搬沾完了 那为什么不来干 对呀 感觉上第一感是做眼比较晚 基本上算被打回去吗 就是这样感觉 但感觉气也不够 打结应该是赖皮 因为白气收后面 就贴不归 对 你肯定是赖 赖很多了 但这样 我觉得可能黑气是突然 独秒独晕了吧 这个 我们看到就这样死了 黑气有点 黑气这个时候一沾 这好像有点 米一婷有点太夸张了 对这白气一团 就很明显的死了呀 你得打掉 这气肯定不够 这气肯定不够 就这个结果 那就这是最后一步 这排气的 好认输了 对 这个被太意外了 我觉得好像最后 应该是米一婷 明显主动的时候 怎么突然间 对 虽然说还是有点看不清 刚才讲了 还是有点看不清 但是 但是肯定是主动的时候 突然间就 怎么就倒下了嘛 对的 是这样 这个好像 感觉 苦手还是苦手 下成这样也没下营 对 应该说之前白气一度 是比较主动 但是从黑气 我觉得就这几步吧 看似打僵 但他谋划了这样一个打结之后 其实一度白气非常危险 对 这个白气其实前面 包括靠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那么冷静的退吗 反正感觉上白气 应该有骑下那个时候 对 但是 但是反正可能 柯杰有看错的地方吧 但打结很复杂 最后 最后感觉应该是黑气主动的气 对 是的 莫名其妙的消结了 消结肯定是看错了 你觉得哪地方 而且也没搞清楚 最后如果说他不正 就收控怎么样 到底怎么样 没点清楚 收控 不过感觉他可能就没想过收控 对 他可能应该是对这里有什么误算 或者有什么错觉 他总觉得断了以后没问题 或者是 这个确实实际上的结果有点 对敏玉婷来说有点虎头蛇尾啊 就是最后 应该说犯了一个 他一般来讲不会犯的错误 对 最后继续打结 反正也还是有点看不清 还是有点看不清 是 总的来说还是杀了很精彩的一盘棋 只是最后的这个结局 就这个地方黑气的失误 还是有点可惜 嗯 那这样的话呢 柯杰就是再度战胜了 应该说他的这个 从敏玉婷的角度来讲 战绩不太好 但柯杰再次获得了胜利 对 然后可以进入下一轮 那我们也看到了之前啊 就是我们讲上一盘棋的时候 留下的那个伏笔 就邹老师说 这个地方上一盘 就是这样的棋型的时候 嗯 我们说黑棋冲 如果白棋能够长的话 感觉上其实白棋还挺主动的 但是我们刚好休息的那个间隙 呃 他是做了一个另外一个决定啊 他是决定直接靠回去 被黑棋提 那么现在呢 也可以给大家汇报一下 那盘棋的结果 就最终呢 因为这个提完特别厚 黑棋在下面动出之后 就完成了屠龙的这个 杀掉了 对杀掉了 所以那盘棋呢 是应该说就这一个转折点 决定了胜负 对 不长 确实是应该长 长有厚薄的关系 对应该就是邹老师推荐的这个图 只要白棋贴出来 对吧 把这个确保你中央的安危 可能比这个时候可能几目棋的利益要更重要 可能当时他们一切太不怕死了 觉得自己死不了 是的 对 所以那这样的话 今天我们讲解的两盘棋呢 是谢尔豪和柯姐进入了下一轮 对 那我知道可能有的旗友呢 因为工作等原因没有时间 准时的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 但也没有关系 如果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 关注围棋天元的公众号 然后订购成为会员的话 可以三天之内通过手机或者微信端 还有电视投屏的方式回看我们的节目 好 那今天的这两盘棋 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